双鸾区偏桥自镇大贵口村考察调研 习近平十分关心当地推进乡村振兴情况 走进村山谷市集 了解特色农产品市场销路 品牌打造等情况 他指出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 要坚持精准发力 立足特色资源 关注市场需求 发展优势产业 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更多更好汇集农村农民 随后习近平走进村卫生室 了解改善村民医疗卫生条件 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等情况 他指出 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加快补齐公共卫生服务这块短板 完善基层公共卫生设施 最后本来是对象征务交出